豪华联线目前总计有101个部落文件站 为了了解并且提升文件站业务推动品质 由中央、圆明会、县府以及学界共组了考核团 今天起率先先从浊西乡包括食品、伦天等各部落文件站展开业务的考核 提出建言也给予更多的奇面 让部落文件站的业务是更加精进 接触在食品文件站的考核行程 由中央、圆明会、地方县政府以及学界共组的考核团 来到第二站论天部落文件站 听取由计划负责人时经验进行的工作业务简报 听取简报之外 还分别与兆服员详问业务执行 了解课程规划与执行成果 并且视察文件站设施建制与环境空间的利用 每一个考核品向与环节皆高规格考评检视 很酷耶,有耶,很特别耶 开站,每天开站都一定有活动 最少有一次活动,但是有时候会有两次 那其实我其实跟很多文件站比起来 其实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青年啊,你们可以再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自己是推测了你们再算很大的优点环境 轮天文件站将在地布农族传统文化智慧融入生活中 有效串联周边机构资源 延缓老人实质失能 贴心周全的环境设施设备 以及加强长者记忆耐力的运动课程 考核团高度肯定 以长者为本的服务 而对于赵福源系统登打延迟等瑕疵 深入了解也给予建言 我想这个对于这个优点 我想就是应该是我们要做的 不是夸奖 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 但是缺点 我们除了我们各他们以外 我们事后我们要做一个全盘的检讨 那么我们检讨的事项 如果说需要一个包装区的话 我们会整上去 来自官学界考核团的 齐勉与建言 万建站学行授教也将检讨改进 万里线目前总计有101个部落文建站 这一次针对全线考核一等 以及去年成立的新站 展开业务考核 进一步了解各站营运精管概况 同时进进业务推动与提升服务品质 让跨离线新旧文建站好 还要再更好 记者是预兰 主席采访报导